哈喽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期就是关于我吐槽的产品 其实我之前没有拍过这样的视频 所以我还蛮期待跟大家分享这个视频的 这些产品就是我基本上全部都要丢垃圾桶的 就我不会再用的 而且我基本上都没有用过几次的产品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视频就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系列就是口红系列 然后这里我一共有多少只口红 六只口红想跟大家吐槽一下 当然肯定还有别的口红我没有选出来 但是这六只是我真的用的几率就是特别特别少的 可能就是有四五年两三年可能都没有用过这些产品了 但是也没有把它们丢掉那种 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YSL家这一只口红 其实这一只口红呢 在我的柜子里存的时间是最久的 因为它是我买的第一只YSL家的金管 就那时候刚接触彩妆的时候 买的就是比较奢侈的口红嘛 那时候就买了一个香奶 还有买了一个YSL 现在想想那个香奶的颜色倒是选的还不错 就是现在用起来也还是蛮好看的 就是这一只的话我觉得跟我的年龄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不太符合 其实那段时间我用这只口红 用的几率来讲还是蛮多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就用凹进去了 然后它的色号呢是19号还是10号 它就是这种非常紫的这种燕的颜色 大家知道就是那种霓虹灯的颜色 那段时间不是超级流行这个嘛 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在白皮的脸上来涂的话 其实还是蛮好看的 大家看一下 如果就是你很年轻 然后你皮肤又非常白的话呢 涂这个颜色我觉得倒是没有错 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特别喜欢这种 就是少女啊然后非常有活力的颜色 那段时间涂出来我觉得还是没有 还是还可以的 但是现在涂起来就会觉得 这肯定不是我的东西了 所以丢垃圾桶里面 另外一个呢也是Wylesell家的这个唇釉 这一只呢其实是我打折的时候买的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它 可能我看到它打折 然后价格很划算就买了 所以大家有时候打折的时候 千万真的要小心一点点 要不一下子就一下子冲动消费 你就买了一个这样的 也是这种紫的荧光紫色吧 应该这么讲 这两个颜色其实还蛮像的 是这样子的 这个呢我买回来之后呢 就用了一次 然后就再没有用过 我可能呢会把这些口红 给我老公的妹妹 因为她是白人嘛 所以她皮肤比较白 而且她还蛮年轻的 她可能会喜欢这种就是荧光粉 让她也经历过一下 我经历的过程吧 还有一个呢也是Wylesell家的这一款 我不知道我拿出来这一款 然后大家都可不可以插一对色号了 对就是他们家那段时间 经常断货 大家都在疯狂抢的那个什么想你 还是什么星星 来自星星的你 是这个电影视剧吗 的那个什么签送一的那个颜色吧 我都现在想想都觉得那个时间过得好快呀 就是这种荧光西瓜粉色 这个颜色真的 我今天又试图了一下 我在想我可不可以把它跟别的口红叠加在一起 就是稍微改善一下 但是我发现涂上我嘴后 我觉得我好难看呀 我就直接把它给插掉了 然后就丢在一边了 这个肯定不会咬的 它涂上之后呢 就是这种荧光粉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感觉好多人都踩死了 就是买了这一只客户 真的 都是可能韩剧太火了吧 我发现韩剧其实带火了一批产品 但是好多产品回头再去看的话 会觉得 我天哪 那只是真的那个时间的那段潮流 就是它不会永久的那一种感觉 另外一只呢 就是季凡西家这个小羊皮 然后这是我买的他们家唯一一只 他们家的这颗口红 因为当时不是小羊皮就特别火吗 很多人都说 他们家口红什么质地特别好 然后这个包装质感又特别好 什么小羊皮的手感显得很高档什么的 我当时就在网上 因为我在地方特别想了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买东西都是纯靠想象 或者是网上思涩什么的 我当时就让我老公选 我说你觉得哪个颜色可能比较适合我 我的结果就是错的 因为我收到它之后呢 基本上都没有用过一次 他就选了一种这种 直男会选的这种颜色 也是这种粉粉的 然后 艳粉色 应该说是 稍微好一点点了 但是 擦上嘴的后 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个颜色 是不是因为我胖呀 所以我色色 颜色都会 然后就到下面去了 可以看出我吐槽的 基本上都是这种粉紫色 粉紫色 可能因为是因为 我的皮肤的原因 我皮肤其实是以黄调为基的 为基础的 所以它涂出来以后呢 会显得非常的黑 然后显得那种人很乡村的感觉 涂完这种颜色 还有一个呢 我想吐槽的就是迪奥家 有段时间突然出了一只这种 那是画咬唇疮的吧 我当时就是为了尝试新品买了这个产品 结果买完后那个质地巨难用无比 就是它它是这种干的 有点粉末状的又很奇怪的那种质地 就这样子的 反正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原理是什么 好像它是这里面有那个口红 然后这个是一个那种海绵样的东西 你把它这样子关上之后呢 它就会拆裙里面的那个产品 另外一边呢 是这种就是粉的这种颜色 这看起来还蛮好看的是吧 但是图像就是看起来 这什么产品 什么产品 巨难用 所以这个是我真的买了一个 又是一个柴石的产品 超级超级难用 还有一个呢 就是Georgia Mania这一款 这一款其实他们家的口红呢 我都蛮喜欢的 就是400 200 405 还有500 还有509 反正这几个颜色我都蛮喜欢的 唯一一个没有用的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其实我很多年前的视频 就涂过一只这个口红 那时候还挺多人说好看的 但是我不知道 可能这种比较有代表性的颜色 特别容易过失 就是它这个橘真的有一点点 就是荧光橘色 到我现在的嘴巴上涂起来就会显得 就是你出门的话 别人可能你的脸他都不会去看 但是他会先注意到你的嘴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个橘色涂在黄皮的脸上 真的显得就是超黑的 所以这也是我另外一个 要丢垃圾桶的产品 另外一个呢 我想跟大家吐槽的呢 就是三个护肤品 这三个护肤品 有一些可能想吐槽的 但是可能已经被我丢掉了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跟大家吐槽了 因为我之前觉得不好用的东西 然后放在那里又过了很多年的时间 我就直接把它丢扔掉了 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们说号称 评价海兰之谜面霜的一款 这个什么修复面霜 我觉得它味道很难闻 然后涂在脸上的感觉 反正我不是很喜欢 而且我也没有见到它有什么 非常非常惊喜的部分 我觉得它跟那个什么 就是大家现在说的那个什么 法国大宝比起来 价格不多 差不多嘛 但是法国大宝 那个就是要好用很多 这一款我就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它反正 所以我用它几率就特别特别少 还有一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Dolphin家的这一款 其实我一直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粉丝嘛 就很迷他们家任何产品 就什么面霜什么的 就我过敏的时候用他们家面霜 都会就是把我的过敏给修复好 唯一想吐槽的就是他们家这个防晒吧 我有在实际上还蛮喜欢这款防晒的 可能就是冬天的时候 我觉得它比较滋润一点点 但是它真的是有点就是太油了 可能一般皮肤真的是非常难驾驭 这个厚的质地和这个油的质地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就是 也要算在我吐槽的产品中间 因为它使用的感觉来讲的话 不是很舒服 就是太厚重太油的感觉 还有一个就是我要吐槽的 就是这个超级贵的按摩霜 然后是肌肤制药家的这个产品 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 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就是我给了它很多很多次机会 用了很多很多次 我都没有觉得我皮肤 有很明显的改善或什么的 我当时知道它的原因 是看我一个朋友 就是他推荐的 他说这是他用过什么最好用的东西 因为他很少推荐东西嘛 所以我就想着 他这么少推荐东西 应该他推荐的就蛮好用的 看来我的想法是错的 我跟你说 可能真的是你用的东西越多 你才发现哪些东西 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用 就是因为可能他推荐的东西就比较少 他可能之前没有用过别的 他就觉得这一块还蛮好用的 是不是我的用的方法不对呢 因为我每次发现就是我碰到不好的产品 我都会怀疑自己的手法不对什么的 如果大家知道就这块产品到底怎么用的话呢 跟我下面留言吧 然后告诉我它到底应该是怎么用 然后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请跟我留言吧 到了眼影的部分 第一个想和大家吐槽的就是这个 便宜美好货 享受的一句话就是 超级难用的一盘 我当时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中了什么毒 然后去买了一盘这个 虽然它颜色看起来很美 是这样子的 这么大一盘 但是我只试过一次颜色 就把它放在一边了 从来没有用过 所以大家不要买这种东西 真的买这么大一盘 就是完全是就是把钱丢在水里 丢在垃圾桶里面 还不如直接把钱拿给慈善机构 然后捐给他们帮助有困难的人 另外一个呢 想跟大家吐槽的就是这个 Kat Von D家的这个修容盘 其实我之前呢 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他们家的那个修容盘 还有他们家那个粉质 就跟他们家的口红一样的 非常显色 但是非常的难晕染开 这个就是要吐槽的一个 所以它就是掌握不好的话 如果你是新手掌握不好的话 你可能就会发现这里有一块黑的 然后你晕染的同时呢 你就发现你怎么都刷不开 你怎么都刷不开的那种 就是你要晕染超级无敌多次的 我觉得对于任何来讲的话 都没有这个耐心去慢慢就是发现这个产品的好用之处吧 所以我也不懂 为什么当时那个YouTube上面这款产品就是会这么这么火 我觉得它真的粉质来讲的话 一般般啊 就有就你刷的时候也有一点点肥粉 主要是它真的是晕染不开 这个问题我非常非常的烦操它 所以呢 这个呢 会给我老公的妹妹也会 还有一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两个单色眼影吧 然后都是Bobbi Brown家的这两款 嗯 诶 拿反了 这两款呢 就是我另外一个 我当时可能脑子短路的一个产品吧 我去柜台就是试色嘛 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个 呃 女生画了一个眼妆 我觉得超级好看的 就是那种 紫 灰紫色 然后上面有一点亮片的那种 我那段时间就非常非常迷 那个什么灰紫色 我去那个Bobbi Brown的柜台 然后那个柜姐就是帮我选的时候 她就选了这两个颜色 我当时觉得啊 行 那买了吧 结果买回来以后 真的是没有用过这两个产品 这两个 我也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用过Bobbi Brown家的 就是眼影吧 反正我觉得他们家眼影不怎么好用啊 就粉质来讲的话 看着我就是非常的不均匀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灰灰的紫色 这种颜色我既然也敢用在我的眼皮上面 我当时都觉得太逗了 另外一个呢是这种高光样的 然后是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它其实它的亮片比 就是你在镜头上看的这个亮片 要大非常多 你在镜头上看的话 你还觉得还蛮好看的嘛 但是你在线活中看的话 它那个亮片就是 就是很不高级的那种亮片 你知道吗 就是你明显可以看到亮片 一片一片的黏在你的眼睛上面 其实我不太喜欢那种感觉 所以这两个产品我也没用过 说不定我可以把它做高光用 要不要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做高光吧 它其实做高光还是蛮美的 但是这样子出门的话 别人会不会觉得你有点高光过头呀 我等会还要去接我的儿子呢 我可不想让别人看起来 觉得我很奇怪什么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 香奈尔家的我要吐槽的一个眼影 就是他们家眼影膏 这个颜色是93号 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买一个这样的粉色 而且大家看一下都开裂了 哦都掉出来了 OK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对把它再装进去 这个 这个它其实质地还是蛮软弱的那种感觉 就是手感还是蛮好的 只是说这个颜色我真的是 我也不懂 你看没有 就涂出来什么效果都没有 在我的皮肤上真的是一点 就是感觉我没有涂任何东西 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微光的感觉 但是其实这个颜色如果是那种皮肤非常白的妹子 应该还可以吧 反正就是这一款我也不怎么用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CT加的眼影膏 这个呢其实我不是吐槽它的质地 我主要是吐槽它这个颜色叫Jean 我有一段时间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它的质地比就是小乃尔加这款要就是更加高妆一点点 然后要好非常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吧 就是CAMEL就很容易沾到很多产品那种非常湿的那种质地 但是它涂上之后呢 是这样的颜色 大家看没有 它在我的皮肤上面真的就是 除了一点铜色的光以外的 其他真的没有 而且这个颜色在眼皮上面 啊反正很奇怪 就是就是感觉一块一块的 不会觉得好像很好看 所以我可能它可能做高光会好一点点 但是它在眼皮上面就会显得很斑驳 显得不怎么好看 所以我要把拿它就是做一下我的高光 点一下我的鼻子什么的 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把自己可能觉得不好用的产品 重新把它利用一下 重新把它利用一下 算了吧我还是把它送人吧 没有希望的这个是 还有一个眼部产品呢 就是Dior家的这个眼部打底 它真的很实 它就是这种白色的膏状的东西 反正它没有日本的那个什么 我用的两款好用 它就是涂起来很容易把你的睫毛 刷成那种苍蝇角 然后非常难把握结块 这个真的不怎么好用 反正就是而且价格也不便宜 还有一个原因呢忘记跟大家吐槽了 就是这个Barbarae家的这一款 这也是我在网上买的一个颜色 我当时也不懂为什么会买个这样的颜色 可能就像我说的那段时间我非常迷那个紫色的时候 就买了一款这样子的 看到这两个颜色真的是搭配到一起了 所以呢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这种就是黄皮的话呢 就强烈建议大家不用是这种紫灰色 就是冷色调的紫色 因为涂上之后呢 第一个显得很凶 第二个呢它显得很脏 就是怎么好像都脏脏的 眼影都会显得不干净的那一种 还有一个呢我想跟大家吐槽的呢 就是No.7家这个润唇膏 巨难用无比 而且它那个挤出来的膏状真的是什么鬼啊 我现在才发现我拍吐槽视频好像比较合适 因为我特别喜欢吐槽产品难用 你看见没有就是这种白色质地 有点像那种我们平时用的眼霜或者是乳液吧 那种质地 但是呢上面写的是Lip Care 就是是护唇的 所以我倒是没太懂它到底怎么用啊 因为我们一般的护唇膏不是偏油一点点吗 它这个就偏乳霜状的吧 反正就特别难用 而且味道也特别难闻 还没有就是还没有任何用的那种 涂完以后你嘴巴还是很干 另外一个呢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我最近入的嘛 我不是说想把它就是用来治我的疤痕 还有痘印什么的 后来我发现我用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光面的 所以其实你上粉底的时候 你这一片就会明显的发现 这一片有一片光就是反光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产品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说用来吃个痘痘 因为它撕下来的时候也非常的痛 可能会把痘痘撕破 这个产品就是我觉得不好用的 OK然后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吐槽的产品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你是新看我的频道的话呢 请follow我的那个instagram还有微博 那就让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嗨大家好 然后最近我拍视频真的拍的特别特别少 一个原因呢是因为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已经开始处于那种 就是倦怠期吧 就是对于好用的东西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无聊的人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嘛 我觉得好用的东西 我就会一直反复的使用这个产品 其实我不太就是善于尝试新的产品那种人 所以呢好多东西我都是就是之前买的 然后我觉得很好用 我就一直在重复用这个产品 呃或者是搭配这个产品 而且呢有时候我现在家里面就是慢慢慢慢开始整理起来以后呢 发现我买了太多就是无需的东西吧 就是浪费了很多资源和经济的同时呢 其实有些产品就是不一定适合我 嗯所以我在想如果怎么来就是把把生活可以简化一点点 就是活的稍微精致一点点吧 与其像之前可能就是买买买买买买买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减少这个过程 呃比如说以前我买口红的话呢 可能都会去那种就是网上看色色什么的 但是其实现在想想其实这个行为也是蛮纯的 因为每个人的皮肤颜色不同 这个不说了 当然每个光线下口红显示的颜色也不会会不同 就算你在手臂上是色 然后你上嘴的话 每个人唇的本身的底色也不同 所以其实买口红这种东西的话 真的还是要靠贵室会比较就是靠谱一点点 东西适合自己呢你才能就是这个东西才能衬托你的美 然后你也能衬托这个东西的美 所以今年现在是现在是七月份了吗 我的计划呢就是到圣诞节之前可能都不会买彩妆类的产品 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计划 但是我不知道我可以就是坚持下去吧 因为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买口红的一个人 但是我希望我的生活过得简单 然后不是说被杂物所填充的那种感觉吧 就是看起来我的心情会好 就是会清爽很多 其实就是包括我的厨房 任何的地方还有我的衣服 现在我都把它就是做了很大的处理 处理完以后呢 我并不会觉得我去留恋这些产品 像我以前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holder 就是绝对是要留恋自己产品的 可能我看那件衣服就会想 哦那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爸给我买的 或者是我什么时候我小时候穿的 就是我会把这些东西都留下来 但是我把它丢掉之后呢 我并没有觉得就是我自己 会想起这个物品 或者是我觉得把它存在美好的记忆里面吧 与其把家里面填充了这样的东西 还不如就是把家里清爽干净一点点 然后你自己本身在这个环境中间呢 也会舒服非常非常多 你也不会因为就是东西太多 然后没有地方放很多东西 你基本上可能十年五年你都没有穿过这件衣服那种 所以我在这里提倡大家跟我一起 就是整理一下你的那个什么衣柜啊 还有彩妆类的产品 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呢 就把它转手呀 或者是送人都可以 实在有点过期了 真的就是只能丢掉是最好的 因为当然你也不想把 就是用了很久的东西送给别人嘛 呃 衣服方面呢 我可以建议大家就是送慈善机构 像英国的话有很多慈善店 我经常会把我就是以前的衣服不需要的 就是全部都捐给他们 就是至少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些人 可能他们需要这些东西 他觉得好看那个时候 就是对别来讲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嘛 嗯 这可能就是我最近想的一些东西吧 所以我就慢慢不知道怎么来跟大家拍这个视频了 因为我觉得除了彩妆方面 我是不是应该跟大家就是多分享一下别的方面 比如说可能我平时的就是daily vlog 然后做饭呀 呃汤圆呀这些事情 大家觉得呢 我也不知道该拍什么内容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感觉我自己有点点被卡在这里吧 就是为什么我很长时间都没有拍视频 就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不只是被美妆填充着 就是被更多有趣的事情填充的会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我现在存完时间真的就是买买买买买买 然后觉得可以让我非常非常的快乐 但是买完之后的很多次其实想想只是当下的快乐之后呢 可能很快就会忘记这些快乐的 所以只有充实自己吧 我觉得可能只有充实自己才能真正的 就是让自己快乐起来 希望大家能吃完这个视频了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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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